首摇茶饮又多了一家名店中标 台中市休闲小站的一款红茶被验出芬普尼农药超标 而它的来源厂商大家可能更想不到 竟然是经营天人民茶大名鼎鼎的天人茶叶公司 现在不合格茶叶已经全面下架 读茶风暴没完没了 细末状的茶叶这款休闲小站使用的红茶原料 也被验出芬普尼0.003ppm超标 而且上游来源还是知名茶饮天人民茶所属的天人茶叶公司 但天人赶紧秀出SGS检验报告 强调自己在去年12月也针对同一批茶叶原料做检验 可是当时的报告并没有验出芬普尼 中药品我们送验 所以当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所以昨天得到这样的结果就很惊讶 我想应该很惊讶 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没有做好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表示还会在汉卫生单位申请赴宴 天人民茶门市据点遍及国内外 首要茶饮价格动辄六七十块 看似比同行高档许多 却也沦陷独茶风暴 但天人强调本身贩售的红茶 市售价格大杯的五十块 整整比休闲小站一杯二十五高出一倍 不止原料来源完全不同 成本也价差高达四倍 对于这一批原料是不是属于天人名茶 完全属于天人名茶 这个我们会请主管机关在帮我们做厘清 那这个部分也跟我们目前天人在销售的这些红茶 是完全不同的品质 除了休闲小站红茶 还有乔治派克红茶 元气鲜泡茶的铁观音 以及Mr.Wish水果天然红茶 也都出现在四号晚间新增的分谱泥超标名单 首要茶饮接二连三被验出农药残留 危害国人健康 食药署眼看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宣布最快7月31号开始 把茶叶也列为一级品管 将要求进口商和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制茶厂 列入强制检验 六点TV有创网环境台北报道